李炳鲜跟宋慧桥来到台湾在机场的那个街机的歌迷有点失控 银牌是韩区欧应结缘 而且是今年最引人注目的隐色情侣李炳鲜和宋慧桥 在八大电视台利药之下 今年终于联妹洗手甜蜜来台 而一脸娇羞小女人模样的乔妹以及笑蜜蜜的献哥 从一下被棋之后两人挤手牵着手 恩爱甜蜜献上了每个人 韩区欧应在GTV播出之后又新起的一股强大的寒流 倾格桥妹的来台魅力更是无人能挡 从一早就来等候的一名 以及从六点就到机场卡位的媒体 在接到巨型到访之后全部都挤成了一团 使得原本三分钟的路程却走了三十分钟 场面一度失控 虽然觉得状况有点夸张 不过他们还是很亲切的向大家问候 Hi everybody eze ge Cy st AT ания Listening to Taiwan 然后他们今天下午有去但学完了一趟吗 对不对问他们感觉怎么样 等一下 抓他 是感觉 nuestra感觉 她感觉上 Ashe 我跟着去的地方很像我们的国家 我们两个人分开了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跟着说的地方是很异的 很异y的感觉 这种感觉和分的风景 也不错的 很异y的感觉 很异y的感觉 我觉得很异y的感觉 其實去淡水的路程他們覺得跟韓國還蠻相似的 對 然後去咖啡廳專訪的時候覺得咖啡廳就是它的風景都很美 不像那個台灣一樣就像 像在度假的地方 那他們有沒有吃到就是因為他們兩位都是第二次來到台灣 有沒有吃到一些他們思念的食物 那你怎麼吃到那種食物呢 那你怎麼吃到那種食物呢 那你怎麼吃到那種的茶就沒喝到那種的 那我早到那裡來買了一些蚊子店 去淡水吃喝茶然後去淡海風吃小龍 剛剛在節目官面好像喝那個珍珠奶茶嗎 珍珠奶茶在外面吃了嗎 你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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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台灣必喝的 那他們兩個 其實最初來是為了O-In這部戲 我想問一下他們在拍這個戲的過程 他們兩個感覺如何 還有覺得對方演得怎麼樣 我們因為我們來拍攝 我們拍攝的時候 兩人的感覺 我們得到我們自己的感覺 我們得到我們相對嗎? 是的 我對境遇到我 最初是一個男人的演藝要應付 一切是在演唱籠班的演奏 演唱與人體感受到 而又能進入戲 而是多麼的演奏 也要有好演奏 而是多麼的演奏 我是一代曰 我知道她的女人 他说的是 其实他演每一部戏都是 他不会把女生当作是有异性的 只是当作是同事工作的搬伴 然后看到董卫乔第一印象 就觉得他很纯真 纯真 对 那董卫乔小姐对于李炳先生的表现 演戏觉得怎么样 演得好不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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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面就是跟他行李就這樣子 打招呼就這樣子 捐事情背 之後來呢 那個婦業呢 嗯 그래도 연기 拍得 ドラマ 끝날 때까지 아무리 가까운差異が 됐어도 연기할 때는 정말無尊三明年 這樣的 생각을 항상 하고 있었어요 雖然他們是恋人 但是他們演戲的時候 還是以長輩的 長輩的態度 還是把他當長輩 因為我有知道那個韓國那個 備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果年紀比較大的話 一定要オッパ 這個禮貌還是要在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稱那個李秉慶先生 那位オッパ オッパ 所以應該禮貌上是這樣 韓國人的藝衣が 되게バルシダガハンネデ 그래서 혹시 美容姓を オッパー라고 불러야 되는지 지금 マラゴンケーデ はい 禮貌上是不是要這樣 藝衣로서 オッパー로 不然 그럼요 可以 對 オッパー 不過那個 其實Owing 到第三集的時候 那個李秉慶先生 他好像有 裸上半身嘛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的壯作 身體很健壯 所以他平常 是有在上健身房的習慣 李秉慶先生 他跟李美燕拍一個電影 那時候他就一直減肥 可是拍烏印的時候 他就一直吃 然後想要增肥 可是他沒有去健身房 沒有健身房 就是一直大吃 又沒有去健身房 身體卻這麼好 可是那個宋慧喬小姐 她兩年前就有來過我們節目 然後這次看到她 整個人就是輕瘦 然後變得更美 那她本身是有在做什麼 特殊的保養方法 還有我之前想問 因為他們拍戲都是在海邊那些地方 那為什麼她還這麼白 對 為什麼 孫綺姐一年前有一個 訪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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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还打起马上起来 哎呦好甜蜜哦 可是他们在这个戏中啊 因为主要是在讲一个那个毒王的故事 所以他们里面有收到很多排气 他们还特地去为这个戏学了吗 对问他们会不会觉得 学这些排气会不会很困难 然后宋慧小小姐里面还有讲了 日文跟英文觉得是不是也很困难 在学习方面 我们是中国两个人的一生 一生이라고 말할 수 있는데 两个人知道 카드를吗 카드를 我每个人都在这种情况下 我和在这种情况下 我和在这种情况下 一起进去 拉斯啤尔迦,L.A. 到家里里走在 我去看很多的地区 基本上 其实我从不开始了 卡丽里的特别人的特别人 我从不开始了 我从不开始了 那但是 我从不开始了 加弹为了 我从不开始了 因为我从不开始了 我认为这种程度是很不懂的 其实他不会赌博 可是他剧中演的是车迷秀 他是赌王 对 没错 可是他们去纽约的时候 他都教他赌博 哦 他亲自教他 对 哦 真的啊 那宋慧小姐也因为拍这部戏 是不是洗牌功力变得更强 对啊 就是那些所有的手法 都看起来非常的厉害 问他在学习过程中会不会很辛苦 孙悠杰是在那里面的卡片 你真的要做什么 但是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的吗 你会做什么 我学习过一天半 我学习过一天半 但是我学习过一天 我学习过一天很难 但是我认为这种程度是很难 我学习过一天很难 他在学习过半月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觉得很难 可是慢慢就觉得还好 他们是不是很怕我们现在就会做的表演 哈哈哈 现在画面的表演 你会做的表演 看ALL IN就可能 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那要不要请他们跟台湾的观众推荐一下 请观众来收看这个戏 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是什么 韩国吗 台湾的观众 因为台湾现在正在播出 请他们亲自跟观众推荐一下 我觉得这个戏 ALL IN DRAMA 지금 하고 있잖아요 시청자들에게 이걸 재밌다고 그런 추천을 해보세요 台湾观众들에게 추천 분명 아마 그 문화나 또는 그 당시의 유행이 다르기 때문에 아마 똑같은 시각으로 드라마를 보지는 못하실 거예요 우리나라에서 굉장히 인기가 있었다고 해서 여기서 또 같이 인기 있을 일 한 법 없고 우리나라에서 또 인기가 없었던 드라마가 여기서 굉장히 크게 성공할 수도 있고 그런데 분명한 건 한국에서 인기가 있었던 이유가 분명히 있을 거라는 생각을 해요 그리고 여러분들이 계속 지켜봐 주시면 아 이런 매력이 있는 드라마였구나 이런 생각이 될 거라고 생각하고 그래서 좋은 결과가 있었으면 좋겠습니다 한국에서 인기가 있는 것 같아요 한국에서 인기가 없어서 인기가 없애요 不过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 别的行程比如说参观其他地方 想去的地方 大马 어디 가고 싶으세요 下一次 下一次 实际 其实 还真知道 有次来的工作 有很多工作 所以 今天是很漂亮的 很好 所以 一直在讨论 所以我没有找到 下一次的机会 再次来 再次去 再次去 其实 他 不知道 不知道要去哪 可是他每次來台灣都是都很忙 就是在做事 他只是想要看看風景啊這樣子 那我就問囉 不過那個因為很冒昧的問 不過他們兩個如果真的不想要回答也沒有關係 就是比較關於感情方面 就是他們怎麼會願意這樣這麼大方的公開他們的戀情呢 如果大家怎麼會有發展的事情 不想要回答也沒有關係 不想要回答也沒有關係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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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回答也沒有關係 只是我喜歡的人生了 那就是 那些感覺 那是 其實沒有什麼原因 只是我想要說 我想要就是公開我喜歡的人 我不喜歡那種 偷偷摸摸摸的感覺 好甜蜜喔 那他們現在 我想宋慧小小姐听到这些话觉得很莫兴感动 感动一下 每天都很感动 那这边帮我们跟她说祝他们两个幸福 对 可是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在一起之后啊 就是所有的工作可以这样互相陪伴而变得比较开心 觉得工作反而没有那么累 你现在相伴了一个同学生的词 所以你帮助一下 你感觉不错吗 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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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拍戏的时候他学到很多 因为李宾建杰他很多东西 所以宋慧小学到了很多东西 反正这个回答应该就是不想要再问 反正呢 就希望他们在台湾的时间能够很愉快 然后两位的感情也可以很幸福 就谢谢两位 非常感谢他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休息一下 秀燕的敬业态度升得日本客人的心 竟当着大家的面被他求婚 而正当人和苦闹着 冬秋即将被遣返回韩国时 出现了救星 只要锁定欧影真爱赌注 立即拨打活动专线 0951 061 1111 就有机会获得宋慧桥在剧中所代言的手表 此外在娱乐百分百节目中 每周六将送出一系列韩国商品大奖 本周将送出独王DVD 只要扣印到02 03 06 166 并且回答相关问题 幸运得住可能就是你 现在看欧影真爱赌注 马上播02 03 06 166 回答相关问题 奈米头等舱冰箱 滴滴滚筒洗衣机 电浆冷气 六万五千化速手机 等韩国际商品送给你 马上打02 03 06 166